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大纲有写到两号的解释 不过后面我们会再补充 还有更新的跟人身自由有关的解释 那个人身自由是规定在宪法第八条 那么它主要的就是主要的内容之一 就是用来对抗国家对人民的身体自由 所的剥夺或者是限制 那么它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就是说如果行政机关 如果他要逮捕拘禁人民 就是要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时候 那么他一定要经过法官的同意 才可以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 那么这也就是他的第八条第二项这里提到的 致辞应该在24小时内移送该管法院审问 那么如果行政机关没有主动的移送法院审问的话 那本人或其他的人也可以申请该管法院 在24小时内向逮捕之机关提审 这就是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法律叫做提审法 这等一下都会跟大家介绍 那么第八条所保障的人身自由 除了就是用来对抗国家对人民的逮捕拘禁以外 这个解释上这个第八条第一项 人民身体的质疑应与保障 其实还包括一般的行动自由 那比方说我要到哪里走来走去 那这个我要骑摩托车从那里到哪里 那么像这一个 也就是国家里不能够随便叫我停下来 那么像这个就是所谓的一般的行动自由 那么目前我们解释上也认为被这个第八条所保障 大法官针对这个第八条人身自由 从过去到现在已经做过好几号这个解释 那么我们就只针对最近做成的 并且可能跟这一个每一个人比较密切相关的这一个解释 那么提出来来跟大家讨论 那么这里有一个概念的区别 就是人身自由一般行动自由 就是我刚刚说过了 那么这个人身自由 就是基本就是用了对抗 国家对人民的逮捕拘禁 那么一般行动自由 就是说我可以依我自己喜欢 可以到处去走动 去行动 而迁律自由指的就是说 我可以到处迁徙 我可以住在哪里或其他哪里 那这个都是一些类似的概念 但是有一些外缘可能会有一些重叠 可是他们核心的内容并不一样 我们就先来跟大家介绍 第一个盘查案 这个是申请人 他有一点精神分裂 那么这个人格变化 情绪调控控制能力有点不足 那么有一天 就是民国87年一夜 他在晚上9点钟 那么经过市林区的重阳桥 那这一个被警察拦截下来 那么要他拿出身份证 那么他好像就骂了一声三字锦 他就说呢 这个他说走路不用带证件 走路不用带证件 那原警是强行把手伸入他的口袋 那么他就骂了三字锦 那他就被强行带回警察局 那这个结果就被按捺指纹 还有照相做完笔录 那么最后他被移送到法院区 就是因为最主要就是因为 他骂了警察三字锦 那这个就被认为 这是妨害公务 所以就被移送到这个法院 那么法院呢 最后地方法院 认为这个不成立妨害公务罪 那么他骂这个警察三字锦 那也有可能对警察个人 他认为说这个是武术罪 不过因为警察没有提告 这是告诉乃论 所以也不受理 可是呢 这个不成立妨害公务罪呢 因为警察他上诉 那么高等法院撤销原判 就发回 最后就地院发回之后 就成立妨害公务罪 不过呢 考量他精神好弱 也没有前科 所以就处居于二十天 可以一科罚金 并且换卷两年 这个事是法官说的 像这一种记名在笔录的 或者是被这样说呢 这个都是对司法公信力 伤害很大 那么他被地院判决有罪之后 那么他又上诉 可是呢 他上诉到高院呢 最后被驳回 那么他现在呢 这个案子比较特别就是说 他是被判那个妨害公务罪 那么他最后的申请 到法官解释 那这个本来 如果是被判妨害公务罪的话呢 他应该是针对那个妨害公务罪的这个刑法的条文 就是说 他应该是针对 他应该是针对 就是说 你警察 你凭什么的一个规定 能够把我拦下来 然后要来看我的身份证 那么像这个规定呢 就是因为他必须 警察有没有那个权力 把他拦下来 然后要他 秀出他的身份证 如果有这个权力 那他才是一个合法的执行公务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法院最后判他妨害公务 这个才是有道理 所以他就 就像打蛇要打在七寸 他直接就是针对 那么这一个法律的规定 就是检查侵入条例 那么这个是相关的法条 他可以把刑人 随时把他拦下来 查看身份证 那么他认为说 这个有可能违宪 像大法律之前解释 那么这个就是 535号解释呢 他必须要审查的 就是这个规定 这个规定就是 警察侵入条例 那么这个是相关的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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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警察法 我们来介绍一下 警察侵入条例 他有规定 警察侵入的方式 有勤驱查查 有巡逻 那么可以有领檢 那这一个 现在的这一个 这个申请人 他就是被 拦解下来就是领檢 你也就是在公共场所 或指定的处所路段 由服请人员担任 临床检查或入检 执行取缔 盘查 及有关法令的这个勤入 那么大法官认为 这一个规定 也算是有一种授权 不过 我们现在就不要再谈 那一个太细的 那么在这一个 五三五号解释呢 这个值得各位重视的 就是在这部分 大法官在这里强调就是说 你如果要执行领檢 我们现在就要 它是说 应陷于 已发生危害 或依客观 合理判断 易生危害的 处所 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 所以我再跟他強調 這個臨檢有可能是場所的臨檢 警察可能到一家Pub或到KTV去臨檢 進去他憑什麼臨檢 就是大口官說必須是已經發生危害 或者是依照客觀合理的判斷 容易生危害的處所 或是交通工具 就像汽車或公共場所他才可以 那麼另外一種臨檢就是對人實施的臨檢 那麼這一號解釋的申請人 他被攔截下來 這個就是對人的臨檢 那麼大口官說這個對人的臨檢 也必須有相當理由 主任其行為已經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違憲 並且要遵守比例原則 那麼至於應預防將來可能的危害 則應採其他的適當的方式 也就是說你必須要有一個這個在英文上 就是要有一個正當的一個原因 你才能夠 比方說車輛過來 你要把車輛攔截下來 或者是騎機車 那麼意思就是說 你警察不能夠無緣無故 把一輛車子或機車 甚至包括各位騎腳踏車 不能夠隨便 無緣無故把你攔下來 那麼你行人在走路 警察也不能夠無緣無故 就把你攔截下來 要叫你出示你的證件 所以在這裡就是非常重要 就是必須要有相當理由認為 你的行為已經構成危害 或將發生危害者違憲 並且在臨檢的時候 應該對受臨檢人 還有公共場所 交通工具的所有人使用人 等在場者要告以實施的試用 並且出示證件 那麼臨檢應該在現場實施 非經受臨檢人同意 或無從確定其身份 或現場為之 對該臨檢人將有不利影響 或妨礙交通安寧者 不得要求其同行至警察局 進行盤查 這個很重要 就是各位要知道說 警察可不可以隨便將你走 那麼帶你到警察局去 就是有什麼樣的情緒 他才可以讓你到警察局去 或者是如果要在現場臨檢 就必須是你自己同意 或者是無從確定他的身份 也就是如果說 你沒有攜帶任何這一個證件 他沒有辦法確定你的身份 那這種情緒 他是可以 道法官說 是可以 槍刑把你帶到警察局 或者是如果要在現場臨檢 那麼可能會不利 對受臨檢人有不利影響 或妨礙交通安寧等等 除了因為發生違法的事實 應依法令正義處理者外 身份已經查明 即應任期離去 不得激眼 那麼這個大致上是 道法官的說法 grandes 現在不是拿過 性bug telling 所以你如果沒有 我選擇錯誤 It's a California 就是 dwar喘去 far 它這裡都有 違法 所以慢性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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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 當場你可以跟他提出意義 認為意義有理由者 執行人員中職位最高者 應該就自己停止臨檢 如果認為你的意義沒有理由 他可以繼續臨檢 可是他繼續臨檢 你可以要求他提供給你一個書面 這個書面就是一個行動組合 你可以根據這個書面 可以事後提起行政徵送 也就是說可以到法院去請求救濟 好 那麼現在就是 各位就可以了解一下 大致上 總之就是不能夠無緣無故去臨檢 不管是場所的臨檢 或對人的一個臨檢 他必須是已經發生危害 就比方說有人說 哪個地方有發生打架之事 你才能夠繼續臨檢 或者要有一個依客觀合理的判斷 容易發生危險的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 那麼像這個如果是交通工具 就比方說可能那個車子 他可能是看起來好像蛇嫌 或者是騎機車 看起來這個人可能是東倒西歪 他可能有一個合理的理由 可能這個是酒駕 那麼這種判斷 你才可以實施這個臨檢 所以你如果行人 你如果這半夜 你在半夜在走路 警察可不可以說 你這個半夜在這裡走路 刑機可疑 那就把你的男人下來 要你出示證件 這個你也可以拒絕他 你要有那個膽識感去拒絕 你要有那個膽識感去拒絕 那據條他說 我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 讓你認為 有什麼樣的理由認為 我有可能會發生危害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一個違法的勾當 這個必須要簡單 他必須要有正當理由才可以 另外如果他要臨檢 那麼這一個你如果沒有證件 假設他有正當理由把你攔下來 那麼他也必須出示證件 那你如果沒有證件 那就很遺憾 他可以把你帶到檢察局去 可是這個身份一經查明 就可以任期這個離去 那麼他在臨檢的時候 一定要出示證件 那麼你如果沒有證件 如果不符的話 你可以叫他意義 你可以提出意義 那麼他如果要繼續臨檢 那麼你可以叫他 提出一個 載明臨檢過程的書面 那你可以針對這個書面去救濟 那麼這個法律 就被認為這個是有欠完備 所以要求他應該在兩年內要修法 那麼現在警察法已經根據五三五號解釋呢 有更進一步的 更完備的一個修正 那麼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是跟各位 你們的日常生活 比較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介紹這個 警察直捲刑死法 這裡各位看第六條 他這個都基本上就是 根據剛剛所講的大法官的五三五號解釋呢 他去修正 那麼這個是現刑法 第六條 這個就是警察在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場所 的對於下列各款的人查證他的身份 那麼就是合理懷疑 有犯罪的嫌疑 有誓死族人已發生犯罪 或即將發生犯罪之前 有誓死族人 這個防止他本人或他人的生命 身體有距離的危害 或等等 或滯留於有誓死族人有陰謀 或預備著手重大犯罪的處所 或滯留於應有停留許可的處所 這個課這裡還有一條 行經指定公共場所 路段及管制站 這一條是 這條是 以目前來看的話 我認為是比較有爭議 那各位繼續看那一個 第八條 警察對於已發生為害 或依客觀合理判斷異生為害的交通工具 這個時候藍田可以要求他出示證件 要求要檢查車輛量的證件 或者是要求駕駛接受酒精濃度測試的檢定 檢查因為前項交易的證件 交通工具的駕駛或程度有異常舉動 合理法以他將有危害纖維時得強制騎離車 現在大致上我想要跟大家討論剛剛所提的 就是對公共場所 對人可以查證的身份 可以把他藍田說 行間指定的公共場所路段管制站 各位還記得嗎 就是說剛剛我們所說的 必須大法官說要有一個客觀上 有一些事蹟讓警察可以有合理的理由 認為你可能有犯罪嫌疑 或可能會發生公共的危險 像這種情形他才可以藍田 那麼目前的這個檢查法 大致上也都是依照這一個標準來修正 但是目前就是有這一個 就可以指定公共場所路段 所以我們常常會看到 檢查他可以在路邊 他就設一個攔截點 那麼你任何人 你騎摩托車或汽車經過 他就這樣一個一個 阻衣攔截下來 那麼就要你查證件 或者就聞聞看你有沒有這一個酒器 如果認為你有酒器 那他就要叫你這一個做酒車 這個到底有沒有合乎大法官的一個要求呢 我認為沒有 我認為沒有 理論上我要講 一定是你這輛車或摩托車 騎的可能這個外軀的或是蛇行 或是從那個車子來看 好像有什麼兇器 帶有什麼兇器 或是這一個 總是一定要有一個客觀的一個理由 你不能夠設一個攔截點 能夠無差別的對每一輛車 每一個人 即使他客觀上沒有一個正當理由 認為他可能對於自己或他人 或公共安全有所危害 像這個應該要再度有機會 所以他會讓大法官來表示一見 看看這個規定到底有沒有違憲 據說當時有立法委員 曾經對這個有疑慮 不過後來經過警政署大力的遊說 最後還是放進來 所以在這裡就是說 各位同學 你們如果哪一天 你認為你們騎摩托車 那個警察沒有正當理由 比如說他在這裡設一個攔截點 那他可能設攔截點 他可能就是有可能是每一輛車都攔截 有可能是隨機 只要他是設一個攔截點 而每一輛車都攔截 或者是隨機攔截 萬一攔截到你 那請問各位你們單邊如何組織呢 你警察會跟你說 我是根據這個警察質詢行事法這幾條欄 那你可以跟他說 你上過徐老師的課 那535號解釋說 要有Probable cause 要有一個正當理由 那你沒有正當理由 就把我攔截下來 那麼你可以說 你懷疑這個有可能會 這個法律可能會違憲 那當然這個就是 我意思就是說你要製造案件 製造案件呢 就是說你必須以身釋法 那這個你就拒絕讓他就是 他賣彈你的法 那但是你可能被逼的 那可能你這個你就可以依照 這個大法官這裡所講的 那你說這是違法 他堅持這是合法 那你教他你要出去一個書面 那這個你就根據這個書面 你就可以去打官司 這個真的是很麻煩 很麻煩 那這個你也必須要知道這個麻煩 這個我也不能夠怪各位 怕惹麻煩 我個人也曾經怕惹麻煩 也曾經就算 那就是有一天呢 要到學校來上課 那麼經過開車呢 就辛亥路 要過那個辛亥隧道 要到學校 那警察呢 他卻在那個隧道口 他去設了一個攔截點 所以那個隧道口本來是兩個車道 那麼他攔截之後呢 就剩下一個車道 那麼警察就那裡一輛 每一輛車子經過 那麼他就停下來 那麼停下來 這個就我在隧道裡面呢 就覺得哇怎麼車速 就這樣慢慢的慢慢的 那這個已經時間快到了 快上課了 那這個就是一直到了隧道口 然後才發現說 原來是警察這個藍田 那麼他就一輛一輛 然後就聞到 哇 那他叫我把車窗搖下來 然後他這個警察就頭就伸進去 然後聞一聞 有沒有酒氣 那時候我實在是覺得很火大 因為這個就明顯 他就是沒有正當理由 他就設了一個攔截點 那就是無差別的 每一個人就幫你攔截 我個人認為這個是535號解釋 很有可能是會違反535 只是535不是我做的 但是這個相照其實 如果我有時間的話 當初我應該就是跟他異議 然後這個可能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必須呢 這個警察一定會對我很兇 但是這個我可能就是車子 要開到旁邊 然後要跟他去談 然後可能我要叫他出一個書面 然後最後我可能還要被罰 然後我再去救濟等等 但是這個因為當時就已經快遲到了 所以好吧 那就非常委屈的 你也可以說老師很沒有勇氣的 那就還是呢 就讓他頭伸進去 伸到車內聞一聞 我說沒有酒氣 好 然後他就讓你走 那這樣的話你就很快的你就可以離開 你這個就沒事 可是呢你就失去了一個 讓大法官有機會 來表示意見的一個機會 不過現在就話說回來 各位 五三五號解釋呢 他允許的就是只有允許 要有一個客觀的一個證據 讓你讓警察認為有合理的理由 認為這個是可能會危害公共安全 這個才可以 那麼因此 如果所以我們可以去讓警察 這樣就說 他就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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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確定 他就不確定 他就不確定 這個人 如果到了這個大耳官這邊,如果你是大耳官,那麼你們認為說這種適合攔截點,你們認為合理不合理,有沒有侵犯到人的行動自由 總是為了保護人民的一般行動自由,這個攔截就是限制你的一般行動自由 那麼在535號解釋就是為了保護人的一般行動自由,大耳官就是說要有一個正當的理由才可以 那麼攔截點就是沒有正當理由,他就是在這裡設一個 那你們認為這真的是違憲嗎?有沒有誰要表示意見?來,同學 有什麼,例如重大罪犯之類的? 就是為了要逮捕 可能要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嗎? OK,就是我們這樣看電影 看電影,這個為了要逮捕一些逃犯,那麼他可能就在哪個地方就是攔截 那麼可能就每一輛車子就定下來,要你打開後側箱 這是一種可能,各位你們認為除了這個以外,是不是都不可以嗎? 各位同學,有沒有誰要表示意見?來,坐前面的同學,你們就要表示意見 來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也不是絕對不可以 也就是說一樣就是要有一個正當理由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也不是絕對不可以 這個也對,我覺得這個可能就是看 比如說如果那個附近那個地方酒加林立,是不是 那這個可能,也有可能會涉及到幾點鐘 那可能呢,這個客人可能喝完酒 然後這個可能開車,然後你就在那個地方 因為就是廠長很多人喝完酒就是會見過那個地方 你如果在那裡設 如果這個,這個還算是有正當理由 也是有道理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還有沒有可能 剛剛同學就是說可能有重大的犯罪的發生 那可能要追起逃犯 那麼你可能認為說哪個路段 或者是哪些路段有可能 常常發生車禍 這個算是正當理由 這個也不是很清楚 有沒有誰認為有可能 總之這就是同學們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設攔截點並不是絕對不可以 也就是說只要有正當理由也可以 所以這個規定也不是絕對會違憲 不過如果是這樣,我可以同意大家的一個看法 但是它這個法律只是規定 這個法律只是規定 刑警指定的公共場所 入斷管制站 可是它法律沒有規定 就是說它指定是什麼樣的情形 它可以設定管制站 它必須要把我們剛剛所講的 它必須要有一個合理的 要有一個合理的理由 只能夠在那個地方設管制 那這個可能是會合憲 但是它法律在這裡 就等於是一個空白的規定 任憑警察在哪個地方 隨它高興 它可以設置管制站 那這個規定就是可能會違憲 不過不管怎樣 這個要讓大法官有機會表達 就是要各位發揮高超的美德 願意以身釋法 然後被罰 然後你們去向大法官 最後呢 打官司最後如果輸的話 去聖經解釋 不過這個可能一般人比較不會 那這個我以前有一號解釋 有沒有跟各位講過 它是聖經解釋的 就是我們台大國法所的一位同學 那他就是 他要出國去旅遊 可是那舊的那個規定 你男生呢 你如果要出國的話 你如果沒有服兵役 他是不讓你出國的 他怕你就出國 那就逃掉了 不服兵役 在過去就是這一種 不合適於這個法律 那他就是以身釋法 那他就說我要去出國 那這個就被入出境管理機能 過去就是說 你要出國的話 都還要經過許可 是許可制 那麼他沒有拿到許可 然後他就去告 那就告呢 最後呢 他輸了最後就是向大法官事情解釋 就大法官就是他贏 那大法官在這裡就提到說 你對於這個人民的這個出國 這個就是旅行自由 遷徙自由 你如果要限制的話呢 要有法律的依據 要有正當理由 可是當時就是戒嚴時期 都是用命令 他就可以來拘束你的遷徙自由等等等等 所以後來這一位同學我覺得他真的是 就是對人權的保障呢 鞠躬絕尾 那他就是願意花那一個時間 那個精神 那麼去創造 製造案件 那麼這一條規定呢 我也就期待誰去製造案件 那當然也可以期待老師 哪一天我也來製造案件 那麼各位這個是一般的行動自由 那麼就是什麼樣的情況呢 可以被攔檢 所以同樣的就是包括 各種你們如果到 到Pub 酒吧或上面哪裡去喝酒 像這個呢就是警察常常會喜歡 那你如果是有臺灣在那裡 據說啦我的一個理解 警察有時候他就會臨檢這個 本國人 他大概說你本人怎麼會 會叫你喝酒等等 那像這個呢如果他要你出示這個身份證 這個就也一定要有一個真正的 你不能夠說 你不能夠說只因為我在那個場所 這是如果到Pub喝酒 這是一個合法的一個消費的場所 那這個就不能夠就這樣 隨他這個去臨檢 像這個臨檢基本上我們總要講的 就是必須要有一個Prob Cause 不能夠隨便臨檢 那麼這個是我們臺灣比較沒有那個問題 甚至就是那個臨檢在很多國家都要求 你臨檢不能夠有種族歧視或等等 臺灣因為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我要跟大家舉一個例子 在德國我們現在不是講臨檢 來講一個類似的 在德國你如果乘這一個公車 或是抵達他們的捷運 那麼當然你都是必須要買票 可是他們都沒有像臺灣有那個閘口 要去刷進去 在德國你自己就直接進去了 然後在那個車廂裡面 他有一個消票的機器 你自己就去那裡打票 就這樣 那都沒有人檢查 那就是隨你 不過他們會抽臨檢 這個他們是臨檢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的捷運局的人 他們可能是偶爾會臨檢 那麼臨檢他就 這個有時候就是很能檢查 臨檢他就通常是會兩個人進來 那麼一個在前車門 然後在一個後車門 那麼他臨檢 那這個你如果被查到的話 那你就要罰好幾倍 那這個他們那個車廂裡面 都有一些警告 那這個警告就是說 你必須要誠實的買票 你如果是坐黑車 那就要罰好像六倍還是八倍 那麼他這裡就是有蘭斯拉夫文 有土耳其文 有西班牙、意大利文 有德文等等 因為就是很多都是外國人來的等等 不過在這裡他們有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規定 他法律的規定就是要求 你如果要在車廂裡面去臨檢看看 你每一個人 你是不是真的你有買票 或者去刷那個票 他要求是必須是逐一臨檢 每一個人都必須要一個一個去檢查 你不能夠由這個臨檢的人自己隨機去挑人 因為過去就是因為呢 你如果讓這個臨檢的人 他可以自己去挑人的話 通常他是挑誰 挑外國人 你如果是深色的皮膚 看起來不是日耳曼種的 那他就會通常就會去抓去臨檢 這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種族的歧視 所以後來就是為了要避免這種種族的歧視 他們的立法 就是要求呢 每一個人 白人 非白人 每一個人都必須無差別的一個被臨檢 那麼像這個 他的一個這種臨檢 就跟我們535號解釋所講的那個 警察臨檢 這個就意義就完全不一樣 因為他的臨檢就是為了要查 你有沒有誠實的這個賣票 那我們的這個臨檢最主要就是為了公共安全 那對於車輛 對於行人的那個臨檢 所以這個是非常不一樣 在台灣我們 我們就跟德國完全不一樣 我們都是那個 防小人 就是說基本上就是你進去搭車以前 你一定要 就一定要有一個票閘口 你如果沒有刷票就進不去 所以我們就沒有那個 不需要再測上這個臨檢 可是在德國他就把你每一個都當作君子一樣 那就是不需要這個刷票才能夠進去 那他只是臨檢偶爾才會 那麼如果是偶爾的話呢 那就比較 真的被抓到的話就罰很多倍 謝謝 好吧 那個到目前為止 對於這個 林檢各位 有沒有什麼 comment 有沒有什麼疑問 要提出來的 就是要填鋪堡壘的什麼法律 你說在哪裡 軍營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他有另外一個法律 有那個什麼 要塞堡壘的什麼一個法律 他就是 這個我也認為有正當理由 它是為了軍營有它的一個安全 另外就是包括我相信各位 包括你要那個在搭機 然後也有那個安檢 這又是另外一個法律 那這個都不是我們535號這裡所談的 那麼像這個就是我們的航空的一個法規 也有那個安檢的一些規定 這是另外 那這個安檢我們以後會再談 這個在隱私權會進一步 我們也可以來討論這個 因為進入安全有時候就是 它的確是無差別的 那這個把你的行李全部用X光 這其實也是涉及了隱私權 那包括那個人身裡面都要經過 要經過BBB那一個 那像這個都有一些問題 不過這個跟我們現在所談的這個檢查 是0檢查不相干的 因此 我們接著來看那個690號解釋 這個就是一個很有名的SARS案 我們剛剛在看那個現法第八條 憲法第八條的規定就是 國家你如果要剝奪或限制人身自由 你必須要經過法院的同意 那麼根據過去大法官向來一個解釋 這個剝奪人自由不限於基於刑事案件 為了追訴犯罪 由檢察官去激壓犯罪嫌疑人 大法官說不限於這種情形 跟刑事犯罪的追訴無關的其他的理由 要來限制人身自由的話 也一樣必須有這個第八條的適用 那麼現在的進一步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不是為了犯罪追訴而剝奪人身自由 而是基於其他的理由 那國家要剝奪人身自由 那這個是不是也要經過法官的同意呢 那麼這個薩斯案就是今天我們要 690要解釋要討論的一個問題 那麼這個案例就是發生在2003年 那時候你們這十幾年前你們都還小 那時候是在台灣 那時候是在台灣 這是一個非常慘痛的一個經驗 死了數十個人 那麼他的事實是這樣 周金凱他任職台北市的和平醫院 那麼因為發生這個薩斯的這個傳染病 那麼和平醫院爆發院內的感染 那麼最後那個台北市 那一個就是他有一個會議的結論 就是和平醫院暫時關閉全面管制 為了保護住院的病患 員工本人還有家族的安全 那麼所有的病患要集中治療 員工全數造肥集中隔離 那麼周金凱醫生呢 月內的員工居家居居家隔離 過去兩週進駐醫院的人員 及病患進行追蹤 要知道就是說 員工全數召回集中隔離 那麼這個周金凱醫生呢 就是當時就是和平醫院封醫院的時候 他並不在醫院裡面 可是呢現在就是要求 要求有可行醫院的 這些員工必須要回到和平醫院 可是當時和平醫院已經發生院內的感染 他就是佔領封閉、全面管制人員的進出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新聞稿 所以他就不願意回去隔離 他說他自行居家隔離 他說他自行居家隔離 可是他那個醫院還是那些人 他就是命運他 這是一個公立醫院 他具有公務員的身份 所以後來就是命運他 所以他不回去那就罰返 最後他被客主罰返 最後又被停業 又被停止 那麼最後他只能很落寞的 最後是停止的時間之後 在台東 落腳到台東 他就是他被罰返 他認為這個是違法的提起訴願 最後就輸了 這我要跟大家講 他除了被罰返以外 還被醫師懲戒委員會 決議停業三個月 然後又被記大過 記兩個大過處分 被停止 那麼他提起行政訴訟最後都輸了 那最高行政法案就不為他敗訴 所以他申請大法官解釋 但最主要的 他認為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 他並沒有規定說 他認為說這個強制隔離 要經過法官的同意才可以 所以他認為 這個法律根本沒有規定 法律只有一個抽選的規定就是說 可以為必要的處置 他說必要的處置有沒有包括強制隔離 強制隔離 強制隔離也是拘束了人身自由 他認為說這個根據憲法第八條的規定 要經過法官的同意才可以 所以他認為傳染病防治法這個規定是會違憲的 那麼現在這個問題就是我們要討論的就是說 那到底這種傳染病防治法這種規定 為了要防止傳染病的擴散 那麼這種防疫的這種措施 如果必須要剝奪人身自由 那麼是不是也要經過法官的同意 那麼這個六九年號解釋呢 當時在道法官那裡就引起非常激烈的討論 那各位來看一下傳染病防治法相關的規定 這是關於他的主管機關 甚至棄掉就只有這麼規定 就是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 得由該管主管機關予以留驗 必要時得令簽入指定之處所檢查 或施行預防接種等必要的組織 當時和平醫院的這一個封印 就是根據這個第37條這個規定 因為當時就是認為說這些和平醫院的這些所有的醫生 因為他裡面已經發生那個SARS感染 所以合理發言 他們都是跟傳染病的病人有過接觸或疑似被感染 那真的不知道說這些醫生到底他是不是被感染 最後就是封院 封院的法律依據就是這個必要的處置 那麼為了這個呢 當時在緊急的情況定了一個特別法 這就是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防治疾困紓困 暫停條例 那後來就是定這個特別法 把強制隔離把它免穩的 就是各級政府計劃為了防疫工作的迅速 我就要執行 得指定特定防疫區醫師管著必要時 並得強制隔離 可是他都沒有規定要經過法院的同意 那麼最後大法官做成690號的解釋 這是一個多數意見 多數意見認為這個法律所規定的必要的組織 是可以解釋上是可以包括把人留下來 或是包括這個強制隔離 所以這個就是他這裡規定 強制隔離屬細徵規定的必要組織 那麼這個是強制隔離使人民在一定期間內 互有停留一定處所不與外人接觸的義務 否則應受一定的制裁 那麼這個就是已經對人身自由的一個剝奪了 可是這種人身自由剝奪跟我們剛剛所說的 你可能因為你可能是有犯罪嫌疑 被檢察官認為有怕你逃亡 就是把你這個暫時激壓 那這個激壓就一定要法官的同意 可是6902大法官說這種為了防治傳染病 擴散的目的的強制隔離 它以目的是為了保護人民生命安全 以身體健康為目的 跟刑事處罰的本質不同 所以不一定要跟刑事處罰拘束人民身體自由一樣 那麼的用嚴格的標準的要求 所以他認為說這個案子 他說這種強制隔離的規定目的是正當 那麼這個強制隔離是一個必要的手段 那麼他也認為說這個不需要經過法院的同意 理由就是說他所需鑑行的正當程序 不需要跟刑事處罰的限制被告的人身自由 所必須要鑑行的程序相類 因為他認為這個是涉及到專業 應有專業主管機關 有他的那個衛生公共衛生的專業知識 那麼法院法官對這一種 防疫的這種專業知識是欠缺的 所以這個他認為說 這是不需要經過法官的同意 並且這裡又提到 防疫重迅速 所以要迅速的話 你如果要再經過法院的同意 才能夠強制隔離 他認為這個就不能夠收迅速防治之功 所以最後的結論 認為強制隔離 雖非由法院決定 跟憲法第八條的正當程序 保障者身自由的意思 尚無違背 那這一套解釋呢 我寫了一個不懂意見書 基本上 大法官之所以認為 為了要防止傳染病的擴散 那麼對於疑似被感染 或與傳染病人有過接觸的人 你如果要對他強制隔離 那這所以不需要法官的同意 最主要就是因為專業知識 這是一個涉及到公共衛生的專業知識 法官沒有這個專業姿勢 所以大致上就是由醫療人員 公衛人員來決定 那麼第二個 防疫重迅速 所以就不需要法官的這個同意 這個嚴格來講也不是說絕對不可以 但是我對於這個 不需要法官保抑症 這個可能我有非常大的一個懲罰 因為根據人類過去的一些經驗 即使是由醫療的專業人員 他也有可能會濫權 甚至也有可能 基於那個政治的考量 而被以專業的理由 名義上是專業的理由 可是實際上政治理由 而被剝奪人生自由 我以這一個過去的蘇聯 你們過去看那個蘇聯解體 這個是1990年左右的事 你們都還很小 你們是很小 你們大概都不知道 你們也知道說古拉格嗎 過去蘇聯當時的他們的集中演 那麼當時的蘇聯對那個政治的意義分子 你們知道說很多情形 這個意義分子都是以精神病患為由 然後被送去集中演 那麼精神病患是誰來決定呢 就是由專業醫生來決定 可是在這裡他們的醫生 其實都是配合共產黨 他的這一個決定 所以是以精神病患為名 也經過專業的診治 那麼這次精神病患 必須要強制治療 實際上卻是在打壓異己 就是說對於那個異異分子 就是以精神病患為理由 其實當時我們也查了一些 很多國家的這些規定 對於那個 我的印象讓我們找一些資料 塞浦路斯 在地中海 土耳其南部的那個島國 塞浦路斯他也曾經就是有案例 他們把那個同志認為這是精神病患 也是經過醫生的診治 認為這個是精神病患 那就把同志就把它強制去治療 這也是把它隔離起來 所以但是用這一個專業為理由 我認為這個是非常不足 是容易被濫用 各位還記得去年還是什麼時候 那個新加坡有一位姓愚 那個我那個字 有一位少年 他公開撰文 那麼他批判那個李光耀 李光耀認為李光耀 他雖然是獲得全新加坡人 大家的高度的愛戴 但是他認為說他是一個獨裁者 少有新加坡人敢這樣 公開的批判李光耀 他們的國父 所以最後你說他被抓去關了 那麼理由就是說他是精神病患 所以這個在人類的歷史上 其實就是都是不遠 包括蘇聯的時期 還有包括這個塞浦路斯 或是甚至在新加坡 都常常就是以疾病 精神病患為理由 也經過專業 也是經過醫生的診治 然後就把人家關起來 實際上就是用這個為理由 再整治疫情 那麼這個傳染病患的這個歷史 我們當時我個人就還找到一些歷史 那就是在美國 在二十世紀初 有一個很有名的案例 那麼這個案例呢 被稱為叫做桑涵瑪麗 這個桑涵瑪麗 所以他是他最後 因為這個案子已經結束很久 最後大家把這個案例把它稱呼上滿 這是一位名叫瑪麗的愛爾蘭的移民者 他在二十世紀初 從愛爾蘭的移民到美國 一開始的時候 當時愛爾蘭人是被認為是中下階層的移民 是在當時二十世紀初的美國社會 是即使他是白人 可是他是基本上是受到歧視 那麼這位瑪麗呢 他就是當廚師 他到哪一個受僱到哪一個家 某一家去擔任幫人家煮飯 那後來就發現呢 這一家的人呢 都得到傷寒病 那就是死亡 那他就離開 又到另外一家去 然後呢 那家又獲得 又得到那個傷寒 可是實際上當時也去驗 去驗這個瑪麗 他到底是不是那個帶菌者 可是根據當時的那個呢 其實根本就沒有 沒有那個證據顯示說 他是傷寒菌的一個代源者 可是呢 已經找不到就是說 只要是他在哪裡當廚師 結果那個那一個家者呢 就獲得傷寒病患死亡 最後呢 也是經過醫生的一個專業 他被強制隔離 他被強制隔離 一直經過三四十年 這個瑪麗呢 他一直被以 他的傳染病患的代源者 為理由 被強制隔離 被強制隔離 長達三四十年 一直到他去世 沒有經過法院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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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當時美國的法律 就只有專業醫生 我如果認為說 這個人他是代源者 他可能是會傳染病 這個其實就跟過去一樣 你看那個熱身療養院 就過去認為麻風病 認為會傳染 那麼根據過去的規定 就可以把它隔離 強制隔離 那麼後來大家都 只是等到 我現在只能夠跟人家講 當時認為 瑪麗他是 是傷害的代言者 當時沒有一個確診 只是一個合宜的法院 那麼就把他抓去關 那麼當時很多人都認為說 之所以會這樣的 其實 最主要是因為瑪麗她是艾爾蘭裔 她是一個中下階層 很多人說她之所以被認為她是代言者 然後被隔離長達三、四十年 可能認為說這是因為她的階級的關係 可能認為說如果她是一個英國裔的移民 她應該不會受到這一種代言 不過最後40正年 瑪麗去世之後 才終於解剖她的屍體 好像才發現她真的不知道是在肝還是皮臟 哪個的臟呢 就是把她切開裡面全部都是傷痕菌 她確實是 但就必須要等到她去之後 解剖之後才證明她真的是 不過在她的生前根本是沒有辦法 能夠知道說她是不是真的是一個代言者 所以當時只能夠說 當時只能夠說她是因為她的階級的原因 而被強制隔離 你看一個人被強制隔離三、四十年 而都沒有經過法院的同意 這一個法律的制度 這樣 我認為說這個是 真的是真的是不合理 我個人是看法師認為應該要經過法院的同意 那可能大家會認為說 那麼法官她又沒有那個傳染病的這個知識 她怎麼來判斷 可是實際上法院不需要有專業知識 你如果認為要有專業知識的話 大部分的法官她讀法律系四年 她只懂法律 其他的各個專業她都不懂 她怎麼能夠辦案呢 其實法官她這個在醫療的專業 她基本上只是 她讓這個 主張要隔離的 可能就是衛生主管機關 她要提出她的專業知識 那麼由這個可能會被隔離的 就比方說這個案子 可能就由周建衛 她可能也可以去找專家 她只能說她不需要隔離 由專家對抗專家 能夠在一個公開的一個機會 那麼她要去表示意見 這個最後像這個就可以來 減少那一個難權 所以像這種情況 如果是像那個蘇聯的這種 用專家為名 然後來行那個政治的 這一個整肅之史 這個就比較不會發生 總之這個法院的這個判斷 她並不是要由法院自己 來單獨做專業 法院就是要來看 正反雙方的專業的辯論 常常真的是專業 就是專業對抗專業 那最後就是由專家 法院在這裡 她會有一套 她的那個證據的 這個取捨的一些 SOB 然後由她來決定 那麼法官保留在這裡 我這裡有提到 她只是在盡可能 防渡即時小到千萬分之一的機會 才會發生的這個可能性 總之讀法律 常常我們這個都是有一個就是說 法律其實就是 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 並且法律是建立在人性本樂 就是對 特別是對政府 是採取一個不信任的一個前提之上 這是因為我們對政府不信任 所以我們要求 政府的任何行為 都必須受到法律的拘束 就怕她在濫權 因為政府她是擁有公權力 她擁有武器 人民沒有武器 所以必須 法律就是必須要在 對政府不信任的前提之上去設計 來避免她去濫權 去親愛到人民的這個自由權力 所以在這裡我自己要強調就是說 法官不能夠一遇到專業 就只能夠束手無策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法院的很多業務都要關門這個協業 所以最主要就是法官保留 就是讓正反雙方都能夠有一個 公開的一個公平的一個機會 雙方來辯論 而不是說專家自己單獨說 這個應該要隔離 那麼就說了算 這個是不一樣 那麼這個是對於和平醫院的這個事件 但是不管怎樣 690號解釋已經做成了 所以現在就是以傳染病的防治為理由 如果要隔離這個疑似被傳染 或者是跟這個傳染病患有過接觸的 要把它強制隔離 依照目前大法官690號解釋的一個解釋 是不需要法官的同意 那只要是衛生主管機關認為 必要的情況之下 那麼就可以強制隔離 就剝奪她的一個人生誌言 這是目前的這一個法治的狀況 但是幸好即使是這樣子 現在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法律 就剛說過提審法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各位看一下提審法 這個你們也要認識一下這些法律 總之這個對各位人身自由是非常重要 人民被法院以外的任何機關 如果被逮捕拘禁 本人或他人得向帶捕拘禁 本人或他人得向帶捕拘禁 是地方反申請提審 所以這個代捕拘禁 是包括 比如說包括那個 你如果是被認為 你是傳染病為理由 把你強制隔離 解釋上 也是這裡所講的代捕拘禁 所以即使目前6902解釋認為 以傳染病為理由 被強制隔離 即使事先不需要法官的同意 可是你本人 或者是親屬 或其他任何人 都可以向法院申請提審 提審 你們從提審這個中文 他的意思就是說 把這一個被剝奪人人自由的這個人 從國家的這個 拘禁他的那個地方 把他提出來 然後在法院去審理 也就是說由法院來決定 到底他被剝奪人人自由 這個到底是合法不合法 有沒有正當理由 所以這個提審 畢竟他也算是一個補救 所以我再強調 現在這個是即使目前傳染病的 強制隔離 不需要法官事件同意 那麼不符的人 你也可以去申請提審 包括在這裡我要跟大家講這個 這裡你們最近看報紙 正大的搖搖隔事件 這就是最近小燈泡的那一個 被一個疑似精神病犯的 當街砍頭 那麼引起大家的一個恐慌 那這個就是台北市政府就把 在正大校園遊蕩的一個精神病犯 被稱為搖搖隔 他就根據精神衛生法 就把他強制 強制去治療 強制治療 這個就剝奪人人自由 那這個就是法令醫治的精神衛生法 我們來看一下精神衛生法 可不可以用以精神病為理由 去強制治療 他也是一個剝奪人人自由 那麼他需不需要法官的同意呢 這我們剛剛說過 在蘇聯 在塞浦路市 他們都沒有經過法官的同意 由醫生 專業的醫生決定 就可以把政治意義的分子 或把同志 同性戀者 就以精神病為理由 就把他強制治療 那我們的法律 對精神病患的強制治療 也不需要法官的同意 各位看三十二條 警察或消防機關發現病人 有這個第三條所定的狀態 有傷害他人 或自己傷害自己之餘者 應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那麼是需要可以協助處理 並應急附送前往就近 適當的醫療機構就醫 那麼這個適當處理之後 應該轉送主管機關指定的精神醫療機構 就會來自治療 broadcast 所以他就能繼續接受治療 這個其實就是要剝奪他們的人身自由 那全部的這一個法律 都沒有規定了這一個應該 我們現在要經過法院的同意 它有組成一個委員會 這個我臨時再找不到一個委員會 它的委員會有精神 有專業的醫生 還有其他的相關人員組成的 好吧 沒關係 最主要就是我們目前的這個精神衛生法 並沒有要求法官同意 那麼也是由專業的一個委員會 他決定說有必要強制治療 那麼他就可以把他抓出來 那這個正在搖搖跟這個就是被抓去 那麼他被抓去之後報紙就登 那麼很多人權團體就紛紛 依照這個剛剛讓各位看的提審法 就向這個法院要求提審 那麼法院就召開法庭 那麼他透過那個視訊 那麼問這個醫生說他到底 就是由法院來決定 那法院當然就會問醫生說 到底有沒有強制治療的必要 那麼結果就是醫生說這個不需要 他已經可以回去了 那麼問這個瑤瑤哥他也說他想要回去 最後就是把他放回去 所以這個就是提審法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在這要強調就是說本人 你都可以聲援提審 還有其他人是任何人 所以不需要親朋好友 即使你不認識像那個正大瑤瑤哥 很多人都不認識他 幾乎他們也沒有什麼親人 但是這個很多人權團體 很多不相干的第三人 看到報紙 說瑤瑤哥是被強制治療 他們認為這個侵犯到人權 也因為他就在那無害 他並沒有有過傷害到他 那為什麼台北市政府 就要派人把他抓起來 所以這個就很多人都向法院提審 結果就是由在新店的那個地方法院 那麼去審理 最後法院審理就是 就是認為沒有強制治療的必要 就把他放出來 所以各位要知道提審法 自己要認識 也跟親朋好友知道 萬一哪一天你不幸被抓了 那這個提審法 就是救你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條救生所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 那麼我們 關於人生自有呢 我們最後 再來跟大家介紹 還有兩個案件 就涉及到外國人的暫時收容 那麼有一號是涉及是外國人 另外一號是涉及特殊外國人 特殊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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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他是不是外國人,或者他是不是中華民國國民 看你是主張一中,還是由你自己來判斷 我們現在很多外國人很多都是外勞 那麼他逃跑,就在台灣非法拘留 或者有人是偷渡被抓到等等 這個在台灣就是非常多 那麼當你被抓到之後,都會被遣送出境 遣送你就必須要買機票等等 或者是叫他在東南亞各國或其他國家的家人 要出錢幫他買機票等等之類的 有各種不同的一些複雜的一些事情 所以都需要有一些暫時收容 這個收容其實就是剝奪他的人生自由 那麼各位你們認為說這個需不需要法官保留 各位會不會認為說因為是外國人嘛 他沒有人權 他沒有人權 實際上跟大家說明就是說 根據我們簽署的兩公約 公民政治權利公約 其實是外國人 他在本國一樣享有人身自由 所以這個外國人並不是不能夠享有 每一個國家憲法所保障的人權 當然要depends on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權 有一些權利是公民權利 那就是必須要本國人才可以享有 就像那個選舉罷免創制覆決 那這個以外的大部分的其他權利 都被認為外國人也同樣能夠享有 可是因為這個世界是越來越趨於一個地球村的時代 人流物流已經幾乎是不分國界 所以這一種即使是參政權被認為公民權 只有本國人才享有這個趨勢 即使在歐洲也慢慢的被挑戰 那麼有歐洲有的國家現在已經允許外國人 即使不能夠被選為國會議員 可是在地方制度的層級 已經有外國人被選為鄉長、鄭長 或是鄉議員、鄭議員的這種現象出現 但是在歐洲就是每一個國家不一樣 但是至少就是說這已經是一個趨勢 我們現在並不是在談這個參政權 我們現在就談了這個人身自由 這個人身自由在強調就是說 外國人一樣享有人身自由 所以根據第八條它也是在保障人身自由 所以對外國人如果因為他是非法拘留 不管說他是偷渡 或者是已經逾越他的這個拘留期 而滯留在台灣 他被遣送 那麼在被遣送之前 他有沒有必要被收容 而這個收容是不是也應該要經過法院 我們目前的移民法 就是入出國及移民法 並沒有規定 這種收容要經過法院的同意 他只是規定入出國及移民署 對這種外國人都可以加以收容 那麼大法官在這一號解釋 最後我直接跟大家講結論 他認為說 他認為說 佔與收容 在一定的期間內 是不需要法官保留 因為他認為 他必須要有一個 各位這裡講的 你要把一個非法拘留外國人要驅逐出境 他說移民署 所以他認為說 因此從整體法制序為判斷 或其他應辦的事項 所以他認為說 這個事件本來就需要的 因此從整體法制序為判斷 這個規定是 賦予移民署合理的遣送作業期間 且於此短暫期間內 得處分暫時收容該外國人 防萬期脫逃 並能迅速把這個外國人遣送出境 這個還算是合理 所以大法官在這裡就是說 要對外國人暫時收容 是在一定的合理期間內是可以 合理期間多久 那麼大法官在這裡 他自己就 法律沒有規定 大法官自己說 15天 15天就是一個合理的作業期間 所以根據這一號解釋 大法官的一個看法 外國人 你要把他遣送出境 你可以在把他抓到之後 在15天之內的暫時收容 是不需要法官同意 可是如果超過15天 就逾越的合理的作業期間 那麼就變成必須要法官的同意 那麼這個是大法官的一個看法 那麼另外要解釋這個就是 710號解釋 也類似 但是他是針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 也一樣 就是說 一樣有遣送出境 驅逐出境的這個問題 一樣可以 在合理期間內是可以 不需要法官的同意 可以暫時收容 是不需要法官同意 這是核限的 我們今天就到此為止 由於主要在入境中 和國一繼續 但是全部要解釋 為了當主要的